婚姻官,路水駕中下油的客賓 自國以來每年的東北幾風若是開始吹 既民就要收到紅白鯊之口 隆北地區這幾天就出現紅白鯊 會去相對身體的程度 隆北地區再度散途發生 就要注意空氣有減的狀況 隨時做過自我保護的消息 比較便宜去順海健康 每年秋天東北幾風來臨的時候 路水駕的紅白鯊就會吹向南華的婚姻官 造成優勢的災害 最近幾年這種科技優勢的問題是感到嚴重 已經每次有危害人體健康的程度 這個在西羅地區整個沿岸 大概有一段歷史了 那最近又加上是所謂的境外的這個 埋害的影響 造成了這個小分子比較細的 批養2.5的影響 所以整個東北季風的季節裡面來講的話 在輪背地區其實這個空氣的品質 常常都會有不良的現象 婚姻官的油田在海 主要是在路水駕中華油的所在 輪背高修為了派面海洞做受影響 這幾年西雄利用機會 教導核心自我保護 在這個部分學校不斷的透過宣導 讓孩子學會自我保護 最基礎的就是戴上口罩 然後呢避免劇烈的運動 減少外出 那學校也會看天氣的狀況 來調整孩子的這個體育課 有的時候會把體育課移到室內進行 現在輪背高修每天都會用空氣機子 來提升核心空氣的狀況 如果大家有遺憾的程度 學校也會馬上公布 要求核心滴水龍 我們今天的空氣品質 屬於敏感等級 屬於敏感等級 那為橘色旗 是橘色旗 要戴口罩 然後不要 盡量不要外出 然後也不要 那個做激烈的運動 那怎麼去分辨空氣好不好 我們學校那裡有 旗幟 有各種顏色的 因為這幾年來空氣品質 屬於敏感的速度很明顯 其中有一個部分 是屬於工場的污染 平民族都旗台的政府相關隊 可以設法減少污染的參選 讓佩世有一個安全的生活空間 記者 宜民委 蔡王博德